许青眼睛一凝,强烈克制去看向诗境深处的目光,牢记师尊的提醒,随后目光一转,在诗境的其他边缘范围扫过。 他看到了十多个八宗联盟的弟子,他们彼此分散开,都在逃顿。 一个个脸上明显带着惊恐,四周浮现大量死人手臂,正在纠缠。 这一幕让许青想到一个多月前,自己要出发海狮族时,听到的联盟消息。 有弟子在失禁边缘失踪,所以宗门按照规定,安排了一批人去探查情况,这些人就是那批探查的弟子。 许青第一时间通过禁忌法宝向宗门传递了自己的发现,而就在他做完这些的同时,赵忠衡与丁潇海那里,出现巨变。 二人身后浮现的头发突然增多,且速度暴涨,直奔他们而来。 眼看就要将及时的他们缠绕,可就在这时,丁潇海神色露出一抹凶利之意,竟猛地出手,向着赵忠衡一掌落去。 二人虽都是助击,可丁潇海早已达到了二伙,很是不俗。 至于赵忠衡,距离二伙,还有数个发枪没有完成,此刻哪怕心底有所提防,可也还是没有反击与闪躲的资格。 刹那间,其身影就在丁潇海的突然出手下,鲜血狂喷,剩下发船也都阵战,出现裂缝,从而不稳。 一顿治下,那些追击而来的头发,直接就将发船缠绕。 丁潇海 赵忠衡发出凄厉之音,神色里带着愤怒,死死地盯着此刻头也不回,以他坐耳后向着远处及持的丁潇海。 而他这里,发船在被那些头发缠绕之后,只能自身冲出,弃船而逃,可速度终究慢了太多,渐渐被更多的头发与海面上的死人之手缠绕。 生死危机强烈,绝望之意浮现,赵忠衡四吼间,将其爷爷给予的护身之物用出,但在这里也作用不是很大,哪怕破开一条路,可很快还是被缠上。 远处的丁潇海身影已经模糊,赵忠衡的存在,吸引了大部分的诡异,使得他成功逃过了凶险。 至于赵忠衡的气力之音,他听到了,可却没在意。 这不是他坑杀的第一个宗门弟子了,只要自己可以更好,其他人他不在乎。 温是长大之人,做人又愚蠢,在我面前总是一指气使,当我丁潇海是什么。 除了有个好爷爷,一无是处,这样的蠢货在这世道离本也活不了太久,注定会被人弄死,既然如此,还不如死得有点价值。 我活下去,才是最重要。 丁潇海面无表情,速度更快,消失在了雾气内。 只是认知的不足,使得丁潇海根本就不知道七血同禁忌法宝的真正威能。 更不知晓,此刻的许青正融入禁忌法宝,目光落在此地,看到了一切。 对于此事,许青没有任何评价。 站在丁潇海的立场,他为了活下去,不能说错,同样站在赵中衡的立场,也是如此。 不过站在许青的立场,这两个人,他更不喜欢丁潇海。 至于赵中衡,许青望着他在那生死危机下绝望的表情,他想了想,向着青铜古镜气灵传出神念,汇聚投影之身,降临此地。 几乎在许青神念传出的刹那,青铜古镜传出嗡名之声,其上光芒顿时闪耀,更有一只眼睛,在上面突然睁开。 下一瞬,一道强烈刺目地光,直接就从青铜古镜上击射而出,穿梭虚无到了湿境边缘,穿透雾气,直接落在了赵中衡的面前。 在赵中衡神色浮现无法置信时,这道突然出现在他前方的光,分散出了无数的尘埃,化作了光斑,彼此汇聚在一起后,形成了许青的身影。 许青?赵中衡眼睛睁大,随即狂喜。 救我,许青救我。 赵中衡身体被大量死人之手抓着,身体还缠绕着黑色的头发,半个身子在海上。 不断挣扎,可还是慢慢下沉。 许青感受了一下身体的状态,这还是他第一次会用青铜古镜的投影分身。 在他的感知中,这具身体是虚幻的,实力上与本体差距不小。 没有影子,没有储物带,体内的三座天宫也都虚幻,独镜之丹以及鬼地杀还有紫月,全都不在。 整体的实力只是普通的三座天宫金丹,看来投影分身,也还是存在了瑕疵。 许青若有所思,右手抬起向前一挥。 顿时四周黑色的海水漠然掀起,化作一层层大浪,向着求救的赵中衡直接卷去。 所过之处那些死人之手纷纷崩溃,缠绕的头发也都刹那碎裂。 随战力不如本体,可三座天宫修为,只要不是踏入尸尽深处,还是可以应付狠对诡异之事。 此刻随着孝海之力的扩散,赵中衡瞬间脱困,远处他的非洲也在许青抬手一抓下, 默然间被生生抓了过来,骑上缠绕的头发直接断裂。 眼看这一幕,赵中衡劫后余生的同时也有骇然。 他自然是知道许青强悍,可一方面今天许青出现的方式颠覆了他的思绪, 又经历这种生死,所以如今心情波澜无尽。 许,你先离开这里,其他联盟弟子那里,我也去看一看。 许青打断赵中衡的话语,将法船卷到了赵中衡那里。 赵中衡连忙点头,目中露出强烈的感激,踏上法船后他刚要开口, 但许青袖子一甩,顿时一股大力落在赵中衡那艘很是招摇的凤鸟法船上。 立刻这法船轰鸣,速度被加持,向着视镜外围挤驰而去。 许青身体一晃,刚要去其他区域看看,可就在这时,他忽然神色一动,猛地转头,神色凝重地看了眼雾气深处。 身体猛地退后,想要离开。 他之前目光所望的方位,此刻有惊天动地的波动正在爆发, 伴随着恐怖的气息以及凄厉的嘶吼,在许青的感知中,四周的海水都在翻滚, 雾气深处出现了一道道流光,正扩散八方。 那些流光蕴含道蕴,给许青的感觉就好像是龟须修饰墓中的道痕之险。 龟须! 许青心底一沉,但也没有乱了心神,毕竟此刻这里的只是投影分身。 可让它更为凝重的,是在那片雾气内,在那嘶吼中传出的惨笑。 死了,都死了,全部都被吃了。 哈哈,都吃了,都被咬碎了。 声音里透出癫狂,带着风魔,好似经历了巨大的刺激,使对方心神波澜到了极致,从而发疯。 更是在这惨笑传出的瞬间,雾气向外轰隆炸开,一道身影从里面漠然冲出,一边向外跑,一边在疯狂大笑。 这身影不是人族,是个异族,全身都是腐烂的鳞片,扮得头颅已经没了,身体上多处位置正在崩溃,惨烈至极,浑身上下更散发出惊人的意志。 所过之处,海面掀起大浪,鸿鸣滔天之时,他也一头撞在了海浪上。 穿透而过后,他惨笑间似乎体内伤势压制不住,口中喷出鲜血,仰天哀嚎,更有哭泣。 这一幕,映入许青墓中,他瞳孔收缩,在那一族修饰的威压下,他的这具分身承受不住,正在崩溃。 可就在这时,那哭泣哀嚎的一族修饰忽然转头,看向许青这里时,右手抬起向着许青一抓。 刹那间,许青这具崩溃中的分身不由自主地飞出,被那一族大修一把抓在手中。 分身啊!都死了,全部都死了,这一族大修惨笑。 许青神色保持平静,此刻的他半个身躯已经消散,用不了多久,将全部散去。 他望着面前这全身抑制极为浓郁的一族,沉默不语。 而那疯疯癫癫的一族大修,此刻忽然将许青拿到了面前,与许青的脸几乎快要贴到了一起, 忽然开口,你看见了吗? 许青摇头。 那我让你看看,然后你出去告诉外面的人,他醒了,湿进的黄,死了。 这句话传入许青耳中,许青面色顿时一变,没等他说些什么, 那疯癫的一族用自身扮的头颅,狠狠地撞在许青的脸上。 在碰撞的刹那,一段记忆所形成的画面,直接就强行涌入到许青的脑海中。 画面里,是湿进的核心,是无尽的海底。 那里原本被黑色笼罩,可显然在那一族大能曾经的目光里,海底清晰可见。 能看到在最深处,那里存在了一座巨大的青铜之门。 此门不知存在了多久,充满了沧桑与岁月流逝之感。 古朴至极的同时,在那门前有一尊巨大的身影,正在跪拜。 这身影是由无数尸骸组成,每一具尸骸都散发出可怕的气息。 它们组合在一起后,所画的巨人就更为恐怖。 许青只看一眼,就感觉心神要无法承受。 而这还是他所看那位龟虚异族的记忆画面,并非直接观看。 他更是看到,在这巨人的头顶有一个由紫色之骨形成的皇冠,散出一样惊人的波动,显然是一件质宝。 随后,青铜大门无声无息开启,从门内慢慢伸出一只金色的大手。 金色的皮肤,金色的骨头,似乎连血液也都是金色,长着七了手指,更有一根根骨刺如道沟。 这大手缓缓伸出,渐渐到了巨人的面前。 巨人浑身颤抖,不敢闪躲,不敢抬头,最终在其哆嗦中,那金色大手在他身上拨来拨去,将一句句尸骸散落后,从这巨人的身体内抓出了一块黑色的血肉。 这黑色的血肉,散发出浓郁到了极致的神性波动。 大手抓着黑色肉块,慢慢回到了青铜骨门内,渐渐里面传出了咀嚼之声。 随后无数尸体组成的巨人,好似失去了魂,失去了支撑,身躯忽然坍塌。 一句句尸骸在这坍塌里开始腐烂,最终化作了一座腐烂之山。 画面在这里,结束了。 许青的分身,在这画面剧烈的冲击下彻底崩溃,化作了无数光斑被翻滚而来的黑雾淹没。 其所在之地那个一族,也是惨笑一声,身体被雾气笼罩在内。 许久,咀嚼之声,从雾气里传出,久久不散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